用敬菲的事要带给狼牙榜 那真是心中无难人拔剑自然神 对啊我是敬菲啊 我老公是个皇帝 但我只把她当工具 因为她杀了我的闺蜜 和我最喜欢的将军 12年前的英伟猜忌杀了太多人 我爱的人都含冤而死变成王魂 这些年在她的宫里 我是水泥风心 可她宫里的皇后贵妃 还以为我柔弱可耻 那皇后觉得我在宫里 闷半辈子人老猪黄 贵妃觉得我小小姻女 不配爬圈子龙床 哎嘎的都知道我对慈敬真的没兴趣 我临府一女就不给你们玩公斗局 既然说了皇帝的宠爱 在我面前算什么东西 不要吵我正在扶我儿子登机 说到儿子 我儿子是个社恐根本不行 豪宗两大皇子太子和豫王 那都是社牛把他架的寸不难写 想扶他当皇帝 那就像送唐僧西行 可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 他想要当皇帝 他为了惨死的林大将军 和自己的兄弟 也不能把这至尊之位让出去 该说不说这句话听到我的耳朵里 那就像赤燕君又吹响了几节号 别看林府上下只剩我们两个人 那也是全军出击 有一句古话那是咋声的 儿子你在前面放心餐团 妈在后面拿着雪包疯狂奶奶 可没多久皇帝竟然来了我宫里 那两天正好是私泡房惊天一战 太子被罚官在龟甲宫里 不站高公公就过来传指 说皇上一会儿要来我的宫里 虽然他是皇帝 但我们也可以把他当成工具 毕竟呢我儿子现在在夺底 我得帮他在皇帝这儿拉一点经济 很快皇帝就来到了我的宫里 他站在这儿说了第一句 你入宫随意多年 可这儿却无一丝奢华之物 哎呀这可爱啊 他跟我们讲入宫多年 但我们一定不能讲陈年往事 他跟我们说这儿无一丝奢华 我们也不能委屈哭诉要赏赐 在皇帝面前永远要像新人一样做事 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让皇帝留下来 所以我说陛下您宽下外衣 我为您推拿可好 宽下外衣是我想让他留下来 推拿是我留下他的本事 皇帝做按摩按了晚上 皇帝心里舒爽身上快活 就在这个时候 他问了我一道送命题 他先是说了一堆陈述句 说这么多年冷落了我们母子 他心里十分过意不去 然后又说我儿子景延有情有义 以后战场凶险 他就不再遣他出去 你要注意就在这里 这老皇帝买了两个坑就等我跳进去 第一句他说冷落了我们母子 这一句自责只是试探 他想试探我对他这么多年的冷落 有没有不满 这个时候我便回答 有景延是我的福气 有这个孩子在我就知足了 接着第二句 他说战场凶险 再也不前我儿子景延出去打仗 这句话是试探景延 有没有对他产生不满 这个时候我就告诉皇帝 在您心里 把他遣出去打仗 是受苦受累 但在孩子心里 这就是你看中他 爱护他 弃中他 我把这么多年老皇帝 对景延的打压 说成了一种弃中 一种鼓励 一种赞扬 所以当场就解开了老皇帝 在我们这儿的心结 能跟我继续聊下去 和我是弯弯 没想到我这句话 刚说完 他就送了我一道灭绝体 景延 你觉得 玉王如何呀 你说 你是不是想在我这儿办卡 虽然你很喜欢我的推拿 你也可以在这里办卡 但你不能把这里当自个儿家 别次来就问这么尖锐的问题 我可真是不敢告诉他 我当时就顾左右而言 他我跟他说 我说玉王是一个 长得非常帅气的皇子 可是老皇帝还是不满足 他说他问的不是样貌 让我二次作答 行吧 你非要我作答 那我就好好说吧 但你要注意我的话 是没有一句废话 我先给玉王和皇后一挡 一个大耳瓜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怎么样 反正就听后宫议论 玉王是贤王 突然老皇帝很吃这个瓜 他当场就生气了 他跟我说后宫知道什么 咸不咸的 还不都是外面人传进来的 对喽 皇后在宫里替玉王发通稿 一直在为玉王能够太子 出道家忍气 我当时转念一想 既然已经踩了玉王一脚 要是这时不踩太子一脚 岂不是后子薄比 于是我想了一下 接着给老皇帝说 我说这还不是陛下 您爱中的缘故吗 当时太子在朝的时候 也是这样啊 我当时就是故意 拿太子和玉王做对比 让皇帝自己想想 玉王只是一个亲王 就能压太子一头去 果然老皇帝瞬间就明白了 我说这句话的意义 他说我这句话 说得无形 却正正说到点子上 错了 我这句话 就是要有心说到点子上 不了解你 也了解你们这些人 这么多年的算计 那天皇帝走了之后 第二天我就风飞了 能一夜风飞的人不多 我就是其中一个 非常不幸的 告诉在座的各位 你有呼噜敬飞 正式入局